這個部分我們會積極來辦理 那還有莊榮親莊益座所提示的 就是希望我們在執政團隊 希望能夠積極爭取中央的支持 這部分我們一定會積極地辦理 那另外楊秀與楊益座有提示 如果未來捷運有公測以後 應該跟火車還有公車轉運站 要考慮到共購的問題 那這部分如果是未來有捷運行駛的話 它不同運聚間的這個共購的議題 一定會列在它的相關的綜合規劃裡面 那不只包括火車、公車站 那甚至它的停車問題 也是會在標準的捷運的規劃裡面 那陳香山、陳毅座提示我們要更積極地辦理 這部分我們會來積極地辦 那另外四四名四毅座有提示 就是過去規劃案到底可不可以用這個部分 那事實上不管做多做少 以前的規劃案都可以再用 但是最重要的是射精條件那個部分的話 那可能要去做一些相關的重新的調查 例如十年前它可能沒有郵輪 它沒有2088的快捷公車這些 所以它整個交通條件和射精條件都改變了 所以這部分就是要做一些修正 那洪生有洪一座有提示的 就是這個要以國家的政策的角度來看 看待這個基隆港還有台灣機場 是以國門的角度來看 我們認為這也是我們後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論述 那希望這個部分就能夠讓基隆港整個提升到位置是不一樣的 那林明智林一座提出 說這個是Fly Cruise這個觀念 事實上也是我們現在非常重要的論述 那我未來定義基隆是整個東亞郵輪的母港 東邊的門戶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像我前兩個禮拜去參加這個整個捷運論壇 我們的論述也是在這裡 就像我們現在去看 去坐郵輪去阿拉斯加的時候 一定是飛到西雅圖 那像去挪威的話一定我們飛到北後 所以去做Fly Cruise的時候 自然而然你飛到台灣機場以後 就會希望有這個捷運在 所以這個自然而然 如果那個論述可以的話 那事實上後面我們來推動的話 都會比較隨到取證 那這年青年正義座有提示 就是說我們後面希望我們經費好好處理 不要再流標 那這部分我們會積極的辦理 那相關的那個招標條件 我們也會跟捷運公司 捷運局來做一個檢討 以上 好 我們謝謝我們李處長 我們現在請張錦煌張議員 郭主席 這個捷運這個問題 已經談了將近16年以上 我幹議員才15年 就是說還沒做議員以前 那個李競榮時代就開始在爭氣 一連有李競榮 李市長還有許前市長 還有張總統前市長到 林柚昌市長 總共16年了 為什麼會一直在提 因為捷運是基隆人的夢 在人家留意 這個夢是現的時候 因為捷運延伸到基隆 會把基隆跟台北的生活前連結在一起 這樣基隆就有發展的機會 基隆就有再生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直在爭氣 一直有做一些事情 所以也發了將近四五千萬的規劃會 也做過努力了 但是到了今天為止 起碼再會可行性評估 還要不要發包人 等於說這幾年走 做的事情 歸回原點 才在可行性評估 這個階段回應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要探討一些原因所在 中央不支持 中央的確不支持 中央把這個原因歸罪 再硬量不足 再硬量不足 所以你如果要做 盈虧你沒自負 給他要講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高鐵的話 以前 一公里的話 應該是五十億以上 給那個工程費 現在五十億做不到 搞不好到七十億都有 那基隆 從那個汐止 到基隆大概八點五公里 幾十公里 等於將近七百億的工程費 他花這個費用以前 中央會稍微算一下 那我們以前一直在談 民生汐止線 那民生汐止線的話 到目前為止 台北市 對民生汐止線 到現在都要不上檔 搞不好二十年三十年 他們的民生 民生設施到 市井他就不在做了 他就不在做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叫他 市井會延伸到基隆 還不可能不做 所以當然 市長當選以後 他認為這一條線可能不行 所以才從南港那邊 因為南港有三個 三個工庫 延伸到五土這邊 這樣比較有可能 因為比較緊 也比較有可能做 這個其中有談到說 他說我們帶營養不足 帶營養不足 其實剛當初淡水線 淡水喔 有時候做結營的時候 他們存在七八萬人 帶營養比我們基隆還差 但是他們還是做的 他們還是做的 做了以後 整個淡水都快點起來 整個七萬人 現在可能十幾萬 總共要二十萬 三十萬 慢慢增加 所以談到這個 再營養有時候 好像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應該是 稍微去研究看看 應該是台鐵籍反對 因為台鐵籍為什麼會反對 你捷運做到基隆的話 台鐵籍就 剃樓就沒後期了 所以台鐵籍應該是 他們反對 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我希望說市長 你盡量去整齊 因為這條捷運對基隆來講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對今天來說 發電喔 如果捷運就來 延伸到基隆的話 整個基隆就開始往上提升了 所以 要去爭取的 要去爭取的這種 這種情況底下 應該是先要跟所謂台鐵籍 研究看能不能共過 我們捷運跟台鐵共過 利用它這一條鐵路 用它這一條舊的鐵路 人家又稍微變一下 成本也比較低 更有可能會是一生 如果我如果想 周邊的什麼 長廚區 那個火鍋 那個整個被虎堵那些 拖地的時候 可以再利用 這是我的建議 因為 所以 的確 捷運在 拖得久了 拖幾十年了 到今天還來拖的時候 歸為原位 開始五千萬了 歸為我現在還在說 可行進民故 還要不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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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說 有可能就是30年了 所以我希望說這方面 請市長多加研究以後 看能不能用這種方式 能爭取到 謝謝 好 謝謝我們 張警方張議員 的建議 我想因為早上 這個案子 好 我們張方立 張議員 謝謝議長 一個地方 交通越方便 會影響什麼 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都看得到 濱海公路 是因為 雪水通了之後 濱海公路那條路就 沒落了 那基隆跟台北 很近 基隆跟台北的交通工具 也非常的方便 其實 捷運到基隆 是很多人期待 但是 這個效果 真的有那麼好嗎 越方便的時候 可能會 讓基隆 會越沒落 會越沒落 其實長期以來 真的 國民黨要檢討 每一次選舉 都把這個捷運到基隆 拿起來講 選好就 尊重好 所以才會 演變到現在 變成這個局面 所以我也 不希望說 我們林市長 繼續走這條路 我們應該再 另外的發展 其實有些事情 可以做不能說 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說不能做 比如說 你要去帶小山 那是可以做 但是不能說 那是絕對不能說 那說下去 會賣名 比如說 你要去殺人放火 你可以說 但是你不能做 所以我是覺得 事情 不是說 你說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得到 因為現在捷運 那是 捷運局 他們在決定的 你的載客量 不夠的時候 他們哪有可能 那不賺錢的東西 他們絕對不可能 來做這條工作 我是認為說 我們是不是 最大的方向 去研究 我很佩服 我們以前 我們一個交禮處的處長 高俊鋒 他是這樣 這樣一直拿去 跟你拼跟你說 他也一直要拿去 但是 他有做什麼東西 做沒有東西 但是他的意志力是 百分之百 意志力是百分之百 但是 就不可能的東西 不可能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這個捷運 到此 就打住 有這個東西 就好 等到我們的條件 既然 有那個條件 我們自然就會來 自然就會來做 不用說 我們去要求 有那個環境 有那個條件的話 人家就會來做 這個是我的看法 謝謝 好 非常好的建議 我想 我們議員同仁 還有沒有人 要發言 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早上 有同仁要求 希望我們處長 補償說明之外 也想要聆聽一下 我們市長的說明 我想市長以最簡單的時間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好吧 好 謝謝議長 以及各位議員先進 大家的一個意見 以及指教 我想捷運的這個議題 其實每個會期 包括臨時會的時候 其實都會提到 我想今天 這個 報告的一個內容 最主要是 跟各位報告 這個 有關於 之前 有說明的 可行性評估的一個 最新的一個進度 也就如同早上 這個我們教育處理 處長跟各位報告 其實 雖然我們委託給 這個台北市監運局 不過也因為 這個 投標的一個關係 沒有人來投標 流標了 這個兩次以上 那 流標的一個原因 其實大家很關心 最主要其實 也很簡單 就是 交通部對於 所謂的捷運的可行性評估 現在的一個評估的項目 非常的多 所以 也其背後的一個意涵 就是 要來進行這個 可行性評估的 這一個 不管是 他是工程顧問公司 等等 他必須具備有 這麼多樣 這麼多元的 一個專業的人才 他才有辦法 來做這個評估案 所以 其實對現在 工程顧問界來說 這個捷運的可行性評估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 吃力不討好的一個事情 所以 為什麼會流標 這麼多次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在這邊 做以上的一個 緊要的一個 補充的報告 不過捷運的這一個事情 是我們基隆人 大家關心的 那 不過 我們 也必須 用 務實的一個態度 來 這個 面對 捷運的一個推動 所以 這個 我上任一年多以來 我想我們是 用一個突破障礙 跟務實推動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這個課題 其實捷運的推動 除了之前 我跟大家報告的一些想法之外 其實有幾個 重大的一個障礙存在 第一個 就是 大眾捷運法 必須要修法 現在的大眾捷運法 對非六都的城市 要來推動捷運的建設 是非常困難的 我想這是大眾捷運法 它規定 大眾捷運法規定 大眾捷運是屬於 地方政府的失誤 那在這個法裡面 其實也清楚的規定 就是說我們地方政府 我們至少要出資25% 所以非六都的一個城市 說實在這個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財政的負擔 在目前財化法 還沒有修訂的這種狀況之下 也就如剛剛各位議員所講的 如果很簡單 以一個600億的一個預算來算的話 單單我們基隆市 就必須負擔150億 所以我想各位議員先進 都對議會 對市府的一個預算的編列狀況 都非常清楚 這個150億對我們基隆市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數字 那第二個 第二個障礙就是鐵路法必須要修法 現在鐵路法被 這個把台鐵局 它綁死 也就是它包括它的路廊 以及包括台鐵局 是不是能夠投資捷運的一個建設 其實被制約住了 那這個對於我們 特別是基隆的這個 捷運的路線的建設 其實會有排擠的一個效應 所以其實也不只是基隆市 未來其實其他的縣市 要進行這個捷運的建設 其實非常非常需要 這個運用到台鐵的相關的一個資源 但是目前為止 這個鐵路法沒有修法之前 台鐵基本上它是被綁死的 包括它的土地 包括它想要投資 跟捷運公司來合作 在目前法令的規範之下是不行的 第三呢 其實是一個障礙 但是也是一個機會 就是台北市的捷運工程局 捷運工程局 也就是我們現在委託它進行可行性評估的一個單位 它現在面臨這個局 可能必須在明年整個猜測 這個對相關的捷運的建設課題 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課題 不過說實在 之前這個的時間都沒有處理 它最主要是這樣子 台北市捷運工程局是在1987年的時候成立 它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一個派任機關 那派任機關它不是公務機關 那依據規定呢 派任機關不能超過30年 那現在時間到了 也就是2017年的時候會到期 所以現在台北市捷運工程局 人心惶惶 就是因為它可能在2017年 也就是明年的時候 它面臨整個組織 必須被解散的這樣的一個困境 而這也是在5月10號 柯文哲市長為什麼台北要特別召開 一個捷運的一個論壇 其實跟這個有很大的一個原因 那我說這是一個障礙 但是它可能也是一個機會 就是當台北市捷運工程局 這個組織的課題必須要被處理的時候 未來有可能在中央 也就是在交通部的這個層級 去成立所謂的捷運工程局 來統籌規劃全台灣各個縣市的一個捷運的建設 那這個剛好也是一個機會 可以跳脫所謂台北市的本位主義 來更有效率的更合理的規劃全台灣的捷運系統 或者捷運的一個路線 所以我剛剛講它可能是一個障礙 但是它可能也是一個機會 那另外呢 對基隆本身來講 我們必須強化自己的一個能量 那這對我們來講 其實就是一個我們要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也是我們要去把這個機會創造出來 剛剛各位議員其實都有提到 也就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第二個是這一條捷運線的一個定位 產業的發展呢 陳如我在市政報告總報告裡面有提到 基隆現在是台灣的郵輪母港 那這個是我們在最近這一兩三年的時候 新增加出來的一項優勢 這在過去在討論基隆的發展跟捷運的建設 是不存在這個因素的 第二個是我們接下來有幾個產業 新的產業要來努力 舊的產業也就是包括貨櫃的一個運輸的部分 我的主張就是應該還要繼續來維持這樣的一個 產業的一個發展 因為它佔我們基隆的整個經濟的一個比例 比重還是非常的高 那所以這一塊是不能放掉的 第二呢是漁業的一個發展 這都是傳統上那就是把漁業把它升級 那另外就是新的一個產業進來 其中一個就是剛剛講的郵輪的相關周邊產業 第二個就是這個IoT物聯網的新創的這些產業 那這個搭配的就是我們在北無篤地區 現在正要跟中央來一起討論來規劃 那這也是要跟新北市一起合作 也就是IoT物聯網跟所謂工業4.0的一個生產的基地 那這部分我已經跟陳天之現在的國發會的主委 討論過這個課題 那在基隆市的北無篤地區跟汐止 這個整個區塊有250公頃的一個土地 這個也是北台灣剩下的唯一一塊大規模的一個生產的基地 所以我是希望未來中央可以全力地來協助這個區塊的一個發展 那另外就是這個會展的一個產業以及遊艇的一個產業 這都是未來我們新興的一個產業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此外就是北北基的一個合作 在我們去年的預算裡面其實就有編列一個 就是南港到基隆的這個基隆河谷郎貸的一個整體發展的一個規劃 這一部分要處理的也就是剛剛好多位議員都有特別提到 在這個郎貸上面我們要做怎麼樣的配置 產業要怎麼樣的發展 有這樣一個上位的一個整體的一個發展的構想的時候 其實可行性的評估它這個依據的無非就是剛剛所講的人口 產業 土地以及那個整個區域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構想 所以你在我們就是我們必須要提出來 是對這整個郎貸未來的發展的一個想法 這個也是未來所謂的可行性評估裡面一個重要的一個因子 那我想做以上的一個報告 就是說我們是很務實的在做這些努力 那我知道大家都對這個東西 對捷運的事情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會繼續加油 不過另外一個其實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說這個捷運線的定位 我過去也跟大家報告過 如果今天是舊交通來講交通的話 那中央給我們的答案其實就是交通 它可以花五千萬或者花一億 來增加我們公共運輸的這個量 比如說這個剛剛有講過的鐵路多開幾班 或者說國光客運多開幾班等等 那我們現在其實我從上次之後一直在談這個捷運 其實不是同交通在談而已 其實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在市政報告裡面也有特別提到 這個是為了完善整個台北市的 台北首都生活圈的都會的機能 也就是說西側既然國家已經投入三千多億 在所謂的航空城的一個計畫裡面 其實基隆作為東側的一個海洋的一個國家門戶 現在又是國際的郵輪的母港 其實也應該用同樣的一個構想 來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所以這個捷運是為了把空港跟海港把它串接起來 讓整個北北基陶的大首都的生活圈呢 這個城市的機能能夠完善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剛剛一開始 張肯輝議員有提到 為什麼這個所謂這個頂埔縣會蓋這個捷運 其實跟產業的發展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想做以上的一個補充 謝謝各位 好 我們張肯輝張議員 謝謝主席啊 我想市長你後面啊 還有把握帶進去啊 我本來啊 我本來想要把你插斷啊 因為你說的郵輪母港講在那裡 現在是要聽說你對於 早上意思說你要不要蓋 要不要繼續推 對不對 說的港股基 說的郵輪 說的母港 我整大堆 所以本來喔 真的 市長 說起來啊 對市長已經很尊重了 本來是要插發 不是說真的 又不是聽不懂 你說的郵輪 說的母港 現在就是說 意思是 你要不要蓋 我相信 錄影帶也可以再調出來 是說 你葬任以後 要不要繼續推 這樣這麼簡單而已 要 不要 對不對 市長是不是這樣 不是說 他就要問一下這個問題 要 攤大幾大堆 你也聽不懂 說一個結論是什麼 記者我相信你也聽不懂 到時候要做不然做 你也在笑 到底要不要蓋 事實上不要忘了啊 郵輪啊 談到郵輪 我又把它跟你一樣啊 把它畫出去 因為 基隆港啊 郵輪是 他的 硝牙的娘 你知道嗎 主菜還是要運輸的啊 你可以去查一查他們營業啊 租財啊 還是要靠運輸啊 郵輪只是他的副業的硝牙的娘 不要忘了 所以說啊 本來感覺 感覺 非常遺憾 所以說 聽了半天 到底 要不要繼續推 早上我 我也相信跟 市長你們建議的 要推 需要我們 是 補會的 需要議會的 一起支持 我們一定做你的後盾 只是說 你這個閃躲問題 到底你上任以後 要不要推 真的要聽 不說你要繼續 要再推下去吧 捷運 要不要繼續延伸 要不要推 我們真的 聽不懂 真的聽不懂 所以啊 我們聽的也是在聽到 市長你的決策 你上任以後 你不要忘了 再兩年半 你就這一任就到期了喔 不要忘了喔 時間很快喔 所以說啊 希望啊 你們以後啊 在達行啊 本會的同仁啊 所提的問題啊 針對重點 也要聽的是啊 尤其啊 市長你要做 決策性的 先是 先是 而不是在那邊 散躲問題 金甲米散躲問題 本儀一直啊 到現在啊 對你期望是很深的 可是我越來越失望了 真的 越來越失望了 都聽不到你的決策在哪裡 好 我們張漢土 張議員 陳東財議員 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這個 結印啊 這個遵集啊 地方 還是要遵集 你說 議會 還有市政府 你說要 有那個能力嗎 沒有那個能力 最主要要中央 中央支持 不支持 總統 如果要交代就去了 不管有什麼 音量不夠啦 人口不夠啦 絕對可以蓋起來 你假如把這個路線定案以後咧 所有的人口啊 專家進住 外縣市的人口進住 來買嫁人的房子 自然基隆市人口 馬上上到50萬人口 賣相到50萬人口 現在38萬 37萬多 十幾萬而已 很簡單 最主要中央要不要支持 總統不會比較不贏啦 你說林市長真的很用心 你要你遵集的話 中央不支持的話 很困難啦 現在是民進黨在主政 希望林市長 能夠極力來向中央來遵集 不一定也會 也不可能 不要放棄 我們也不能放棄 你說林市長 現在已經跨去一大步 2088的工作 對這個基隆市 已經幫助非常大 那你說中央 你不支持他用很多 用很多理由來可以推翻掉 說什麼音量不夠啦 等等的理由啦 還有當然我們也要負擔一部分的財政 財政的話 你說要中央前側也可以啊 本來這個宜蘭足鐵啊 六七百億啊 中央前前側負擔啊 還有高雄那個什麼 前鎮那一條幾百億啊 也是中央前側的負擔了啦 那台北不要說到北福度啦 應該也要到基隆啦 鐵鐵跟北福度也不好啦 你要幾百億啊 中央你要負擔百分之八十的話 我們基隆的財政還有這個能力啊 最主要中央 中央假如下達 必定叫交通部你馬上評估 五年內十年內才給我 來評估完成 來有政案 很簡單 輪口馬上湧進來 外縣市的搬到基隆 基隆這個房子最便宜嘛 房子便宜嘛 大家在基隆買到 你說你說這個 郵輪到基隆啊 也可以坐捷運 下船以後兩三個小時 再捷運到台北 這不是很好嗎 所以說啊 最主要我們基隆民事黨 能夠極力的向中央來捐集 要重視基隆 長期以來啊 中央就不重視基隆啦 因為基隆的輪口啊 沒多沒多 沒多 沒多 票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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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東西啦 你說台北市 涵蓋整個新北市 以前淡水那個地方 鳥不順站 現在你看 還有什麼土城櫻溝 全部都有這個 整個這個交通網啊 捷運都通達啊 那基隆市 從台北市到基隆市不到30公里 應當中央也要前偶來負擔才對 宜蘭足鐵六七百億他就 本來就定案了 現在可能還是要起交也不一定 也是中央前偶負擔啊 另外還有幾個例子我現在記不起來 國道需要等等 這個都是中央前偶負擔的啊 所以說呢 我們希望林市長你向中央來遵集 你說本會同仁一直來反應 中央不支持的話等於零啦 那我們還是不能放棄 你說到一百三十年一百二十年 我們看不到啦 還是要為負債主持來遵集 將來不一定啊 基隆市賣向五十萬七十萬的人口也不一定 所以說我本期的意見還是要繼續遵集 謝謝 好謝謝我們阿托貝亞 我們現在再請 陳東財 陳議員 這個謝謝議長 我們這個交旅室的報告喔 他這個第一小項喔 就是第二大項的第一小項裡面寫的 本難系為捷運名稱西市縣 延伸七堵百屋社區 其研究範圍包括台北市新北市 及基隆市 規劃範圍為包括台北市松安區 新域區內湖區 南港區新北市的西市區 及基隆市的七堵區等 我這邊建議我們交旅室喔 你應該跟北街喔 要求 我們直接從南港拉到西市來 因為南港已經山鐵共構的一個站嘛 對不對 各位看一下喔 看一下這張圖 民生市市線要從大稻埕 然後拉到稻埕 到民生市市多長啊 幾公里啊 到現在連環品都還沒有過 連規劃都沒有規劃 那你民生市市市哪 你去市市市民眾 到西市區去問一下西市的民眾 民生西市店跟西市有什麼關係啊 對啦 我是講這樣嘛 我建議說你南港 三鐵共構的地方都已經成形啦 你為什麼不從南港直接拉到汽紙 汽紙拉到汽純 剩下十二公里啊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捷運喔 也是要爭取啦 那麼各位再想一想喔 好像上個月 台北市為了內湖 內湖縣這個問題啊 結果台北市的捷運局做一個調查喔 台北市的捷運的使用率是不高的喔 為什麼 你去問一下那個騎那個機車組的 他說喔 我坐一天的捷運就剛才坐一星期的汽紙拉 我一個禮拜 汽紙拉到汽紙百二公里有夠啊 我坐一天百二公里去了 欸 上班族 我請問到這方便啊 我幹嘛去做捷運啊 所以大家要想看 捷運是要做沒有錯 但是這個評估也很重要 所以我是建議我們市政府 拜託交流處 你跟協調 拜託你跟我們為南港劉來收集 以去抓人 這條線做評估就好 總共評估費用六百五十萬 弄個一個整個大台北市跟協別市 跟民政喜劇什麼什麼關係嘛 你講我講話嗎 是不是這樣 其他的五條路線都通了啊 為什麼要捨盡求援呢 所以我希望我們交理處應該跟北傑做協調 這個案子應該要從南港直接拉到西子 西子拉到基隆 這是比較方便的這種方案嘛 當然是要評估 但是基隆市的這個捷運評估已經幾任的市長都評估過了 應該你們交理處那邊也有資料啊 你可以拿出來看嘛 到時候你還會不會一樣 這個空照署照一照這個路線圖畫一畫 不要光是不用負責任的啦 這又不是在做那個土木工程啊 對不對 我讀畫啦交給你啊 要不要用是你家的事啊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這個案子我們是要 要持續的去追然後要求從南港到西子 西子到沿著到基隆 這是我的建議謝謝 好 我們 議員同仁 還沒人 如果沒有的話 我做以上兩項建議 結論 一 一 捷運到金融市所有金融人的願望 請市府積極推動並縮短時程 以原市民訴願 二 有關可行性的評估 兩次流標 請市府檢討改進 切勿再拖延 可以嗎 好 沒意見 好 通過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至少 你 等下 放 那麼 停 多 停 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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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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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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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